英國去年底新型肺炎疫情肆虐 政府實施第三級封城限制 禁止大部分室內聚會 但傳媒揭發首相府新聞辦公室 在去年聖誕節之前一個星期開聖誕派對 時任新聞秘書特拉頓 之後還在模擬記者會上 用開玩笑的口吻和同僚說起這件事 傳媒報導這場官方所指的聚餐 當日由Iman 6點開始玩到凌晨2點 有新聞辦公室等首相府職員和官員參加 有人輪流發言、飲酒、吃芝士 還有玩遊戲和交換禮物 首相約翰遜據報在隔幾間房間 自己的辦公室正在做事 不知道他事先知不知情 當時不足一日之後 約翰遜就宣布進一步措施 禁止跨家庭的聖誕聚會 令到無數家庭失望 已經轉任政府顧問的特拉頓 在開玩笑片段近日曝光之後宣布辭職 英國因為Omicron變種病毒 再次面臨在聖誕階節收緊防疫 首相府連日否認去年又開過聖誕派對 亦都沒有違反防疫規定 事件令到在野黨質疑約翰遜政府的誠信 約翰遜向公眾致歉 I can understand how infuriating it must be to think that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setting the rules have not been following the rules, Mr. Speaker, because I was also furious to see that clip. And Mr. Speaker, I apologize. 她說以她所知這場聚餐有依照防疫規定進行 她已經下令調查 如果有人犯錯就要接受紀律處分 警方就說因為欠缺證據 不會追查有關首相府聖誕派對的事 有線電視記者,李佩山報道